好,各位老爺,大家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这里是Inaki 那之前在群里面呢,就有看到有朋友们,就有人在问 啊,之后那个巡,那个无限杯要开始了 那我们的马大利亚朋友是不是能够有一战之力呢? 在这个活动里面,说我其实之前就在 天野萨多喜的网站啊,就看到他有在介绍这样子的一幅 就是日本之前曾经有人做过类似的卡组 然后我自己呢,也就大概修正了一下那个列表之后 我做出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列表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 那之后呢,我就在有增加了新卡的情况下 有玩的在那个排位赛啊,天梯里面有玩的几两场 所以这里就稍微给大家带来一下哦,那我在排位赛里面的一个 那个比赛的过程,然后那个玩的过程 希望可以稍微给大家一个参考 所以第一局是打 那个死灵哦,因为拿到魔弹的时候都在想 当然尽可能就是喜欢用了魔弹才用那个三费的抽牌嘛 因为你,回到这个卡组齁,你们要有个很明确的概念 就是,一定要有安 对,就是你没有安的话,学校就 没得完的,所以啊,任何个时候都优先抽牌 所以没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把那个马拉利亚的魔弹丢掉 可是其实才就是蛮伤的啊,不过这里运气很好啊,我们拿到安 而且就是,啊,用那个 欧文啊,这拿 法术,拿那个人的头也拿到安,所以这非常的 运气非常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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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这个减二费 但是其实我们也不急,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要 急于一时,我想其实也不是很需要啊 好,就是拿那个一费跟他的那个 解放者交换,然后 这里可以拿一个一张方针进手,因为拿方针进手很重要的原因是 就,之后被尽量就不会被那个击手打死吧 啊,然后我对方是已经有采用,也是新卡吧,就是永远的花甲 啊,塞雷斯的 司令 那这张卡,其实塞雷斯的,特别是那个他的那个契约在 无限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强啊,那我之前讲的,这个卡组都是一抽卡优先,所以就是 尽可能叫白龙啊 因为我现在是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欧子吧,你看得到的话,就如果已经大概 啊,在曾经有经历过图欧支配的那个时代朋友应该已经大概看到的问题所在啊,就是这个卡组的 噁心的地方就是在于那个,我们的欧子跟我们的鞍哈,会是很好的朋友 哦,这边嗯,抽到欧子,可是鞍的那个肺还不够低 所以这里就,我必须先得铺厂一波 然后这铺厂一波呢 有两个盾嘛,然后要在两个盾上面打16点上,还基本是不可能 那这里我也不用按了,因为 我如果把按打出来的话,其实 厂攻会更高啊 哦,可是这里我是觉得有个想法是觉得之后我反正是要用 哦,只一波流 那我就最好是直接让对方就完全没有防备,可能会比较理想 哦,就是嗯,就直接下安静也没有太大问题 对,然后这边我就要 格子不够 哦,对,然后那安能大魔法 然后再下第二张安那安能大魔法 哦,然后下奥子把安能大魔法变成一废 是不是发现了一废的大魔法非常的可爱,大家哦,这个是啊 就在无限啊,我们在玩到一个 非常穷凶极恶的卡组 当然,像你们看到的就是运气必须不 相当不错 可是就开始的时候,你其实不需要欧子 哦,你觉得你只拿那个什么也是可以,这样子哦 然后 这场打到的是王家 然后,嗯,后宫 遇到先攻王家,其实还真的是蛮 难打的哦,他妈呀 哦,这里的话其实是有稍微赌一手,因为王家在 无限环境哦,很多都是玩几种 所以这里我是优先留了,那个米拉 那老师 就我遇到一废的 王家第一回合先攻 下那个 几种是各种无奈,然后第二回合还有加攻击这样的,所以就 所以说那么 还没有 那icut 就是 我地方真的是有潛伏的 苏光旺家 对他在控场的地方面真的很恶心 那这里的话就是有 顾雷亚 顾雷亚这边的话其实我 有一点点是算是拼一手就是 您知道这边是玩潛伏 这道卡组其实我还蛮熟的对方很好所以我是直接 跟对方拼一拼一枪我就直接 不用那个 一费的法属我拿三费的法属 然后我就拼个盾 对然后这边我就 呃就像之前讲了就跟对对手拼一枪 最重要是把那两个 啊 一弓了 怪打死 其实在这里的话 那运气很好了我就直接把那个连两两两方的都打死那你那一方的打死就 这个就 应该是赢了啊所以你发现到就是 之前的卡组的几个软了啊就这样过了呀其实就可以弥补的很好 然后那这里新卡就有有加速一个新一张新卡可是这里其实没有什么发挥到 那让我们回来重新看那个 卡表 啊这卡组其实你发现到大部分的卡都是旧卡新卡我加了两张 啊那这次其实很不幸之都没有用到就是我们的那个 西拉蒂 西拉蒂可以拿你的指示进手然后 只是本身是 有 恢复能力以外 他进化后会有三五是一个三五的必杀的在 特别是后宫的时候特别强因为你 这卡组之前一直以来就有个大问题是你后宫的时候就会被压制然后 啊你被压制之后你第一方面是先输血血量的输吗然后第二点是 对方很多时候就会有办法可以进行很多啊一换二因为他就造他就占据了 场面的优势所以 啊这张 只是其实就非常的强因为 只是他进化到三五所以不管你的怪防卫多少他都能够 直接杀掉然后在进化前对手会有 攻击力的怪其实基本上是不存在 那就讲这张卡你怎么样都可以换对手制造两张牌然后你恢复那两点血 真的就打可以可能就把中对手的其中一个回合 前面其中个回合所干的事情 弥补啊就直接抵消掉所以 啊特别是针对这种伊菲有哥布林的卡组化 只是的存在真的非常的恶心 那 好像其他基本上也就是一个可以 啊以一抵二 的卡就是他 基本上你下了他他就等于 两张就他就等于会有两张马达利亚 就弥补了知识我们在 啊无限环境里面只可以玩一张的这个问题 好 然后接下来的另外张新卡的就是我们的 智慧之河好智慧之河的话就是 可以加两张 智慧之光进手然后恢复两点PP 老张卡消灭啊为什么我选的完整张跟简单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另外一个抽卡的方式是用 魔法书 可是魔法书如果你抽了卡之后你需要把你的 法术都丢 然后这是一个不是法术的方式来抽牌 但是不是他不是法术 然后 讲难听一点的话就是三倍抽两张吗 然后是我觉得蛮符合经济效应的然后 七费的时候加一个进化点 呃讲真话就是有点难用 我可觉得这个卡组其实需要用到进化点的卡蛮多了 老师 啊天外之花是用进化点有效果 咯咯雷雅 说 我个人觉得 嗯 抱着这个尝试的心在去放 我在玩的这几场里面其实没有什么用到 不过大概那个卡表我现在组进来的阶段是这样 那欢迎大家留言 表示一下看你们觉得这个卡组可以怎么修改之类的 然后让我知道 然后如果大家对这期的反应好的话可能我之后也会在做 更多我可能会在试完更多然后再给大家更多的一些 相关的视频 谢谢大家的收看好我们下回再见